一支手機 好 最重要的是產品 再來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背景紙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跟產品相關的一些內容 像我們今天的是舒服的 所以我們搭配的是草莓 可以加上一些其他你想要裝飾的物品 那最重要的是餐具 還有一個小助手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吧 只要是拍到照片 一定要切記個要領 就是有自然光找自然光 沒自然光就找最亮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最免費的光源 就是來自於你的窗邊 所以只要我拍任何照片 直接就是塞窗邊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情況 比如說早上或是下午 這個時間點去拍照最好 因為光是斜色的感覺 不要挑正中午 因為正中午基本上是一個頂光的狀態 那下午也不要太晚 因為太晚光會太黃 就會變成你的色溫會太溫 好 這時候我們已經擁有純色背景了 我們直接用一個補拍的形式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乾淨的畫面 一樣對齊中間 隔線把它開起來 那我們剛剛選用的就是白色的圖畫紙 重點就是要讓我們後面可以上字 製造出一個質感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用兩張圖畫紙 把色塊的感覺做出來 通常會選兩個對比色 比如說這個是水藍色 然後加一個粉紅色的感覺 一樣我們待會用輔拍的形式 有時候我們可以加一點道具 我們加一個道具的感覺 比如說草莓 就稍微擺凌亂一點 不用太刻意了 就是好像要擺了怎樣的那種感覺 好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稍微來試拍一張 好 那我們輔拍的重點 其實因為最主要我們今天的目的是要拍DM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你可能在左上角留白 因為我們在看DM 習慣從左上角開始看 所以我在設計這張圖的時候 我的左上角是有刻意留白 這是方便接下來我要上字好用的 我們目前設的是一個平拍的景 所以重點是要找到一面牆 然後把圖畫紙貼上去 重點其實就是當你的拍攝物 也是你的商品 可能它是有一個高低起伏的 像我們的舒菲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用一個平拍的感覺 直接可以呈現它的那種 端端感 有線的地方都要對齊 橫的就對橫的 直的就對直的 左上角的部分 或上面我們可以留白 因為接下來我們可以上字 比如說舒服的一份十萬 看你要上多少 因為這就是一個商品照的重點 我們剛剛介紹的是比較基礎的平台 算初階 那如果想要增添互動感的話 我們可以加一些小道具 比如說灑粉 像小幫手現在拿著 欸沒有沒有沒有 這不要漏 沒有業費 就拿一個粉塞 我們一向做灑粉的感覺 好那我們來拍拍看 那互動感覺如果是要做出動態感 其實就要用連拍的感覺 開啟連拍模式 把互動感做出來 3 2 1 拍 我們等一下用個來零降的感覺 好 等一下也要用連拍模式 你自己抓角度 好 好 3 2 1